1月6日消息 美国当地时间周六 推特联合创始人杰克·多西为公司扩张过快而道歉 此前一天 推特新老板伊隆·马斯克 宣布在全公司范围进行大规模的裁员 当天就有近千名员工被解雇 多西在推特当中写道 推特过去和现在的员工都很坚强 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难 他们总会找到解决办法 我知道很多人都会感到不满 我应该对他们如今的处境负责 毕竟是我让公司扩张得太快了 我对此深表歉意 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 截至2013年6月30日 也就是推特上市前不久 该公司大约有2000名员工 而到去年年底 该公司的全职员工数已经超过了7500人 10月28日在马斯克完成收购 并接管推特之后 就有传言该公司将进行大规模的裁员 周四晚间推特通知员工将开始裁员 在提交给相关机构的通知函当中 推特证实了加州共有983名员工被解雇 马斯克在周五下午的推文当中写道说 关于推特裁员工的推特裁员工 关于推特裁员工不幸的是 当公司每天亏损超过400万美元之时 我们别无选择 每个离开的人都获得了三个月的遣散费 这比法律要求的高出了50% 在此之前 彭博社报道说 马斯克将在周五裁剪公司7500名员工当中的3700名 据报道 马斯克还取消了在家工作的政策 准备要求员工到办公室上班 马斯克的接管引发了非常大的动荡 比如解雇了包括首席执行官在内的高管领导层 对马斯克的计划持谨慎态度的广告商和用户 也正在逃离该平台 促使推特面临增加收入的新压力 除了大财员工缩减成本 马斯克也在想尽办法保留广告商们 周五早上 马斯克发布了一条推特 亲口承认了广告主 正在纷纷撤离推特平台的事实 目前推特排名前20的广告商 包括迪士尼 宝洁 百威英博等等 都表示已经或者正在考虑暂停在推特上投放广告 包括大众汽车集团旗下的奥迪 兰博基尼 宾利 保时捷等品牌也都已经暂停了在推特上的广告支付 根据广告追踪平台Media Reader的报告 自从马斯克上半年突然宣布要收购推特以来 平台上的广告客户数量一直在稳步下降 从5月的3900家降到了8月份的2300家 到9月份的时候小幅回升到2900家 如果广告商的信心守不住了 接下来马斯克还想要还清这次收购欠投行的钱 恐怕就只有两种办法了 第一 继续卖特斯拉的股票 自己掏腰包 第二 就是说服同样在疯狂流逝的推特用户 全部都转为付费用户 问题是 在付费项目的推进上 马斯克的进展也相当不顺利 之前本来说要每个月20美金 结果却被知名作家史迪芬金狂喷 才把价格改成了每月8美金 马斯克还表示在该平台上支持言论自由的愿景 这也让民权组织和信息专家担心 该平台上将会有更多的仇恨言论 错误限息和阴谋论传播 最后房间还有另外一种传闻 马斯克故意成天在社交网络上扮演搞笑的猴子 搞砸推特和广告商这些关系 就是一种故意摆烂的做法 目的其实就是让公司进入某种重大不利的情况 而根据美国的劳工法律 如果是推特公司处于这种情况之下 就可以在不提前通知的条件下进行大规模裁员 甚至都不用支付 遣散补偿